精灵梦叶罗莉,是一部十分好看的国产动画,主要讲述 叶罗莉战士,为了守护地球和女王曼多拉战斗的故事 王莫是一名普通的地球孩子,可因为他有着善良的心,被 罗莉选为主人,并成为守护地球的叶罗莉战士 关于王莫的形态你知道多少呢?一起来看看吧 一,普通形态 这是人类形态下的王莫,这种形态下的王莫,似乎找不出任何过人的优点 在学习上他不如丝丝合,书言用功,也没有他们的天分 在体育上,他也比不过他的伙伴们 但是这样的王莫却从 没有放弃过,他也会认真听讲,认真完成老师的作业 当然这样平凡普通的王莫同样有着自己的优点,那就是他 画的画,非常好看 二,叶罗莉战士形态 叶罗莉战士形态,是在王莫和罗莉 递结叶罗莉契约后,接受罗莉的力量后,化作的形态 这种形态的王莫似乎是长大后的王莫,变得很好看 就连不问世事的水王子,在看到这种状态下的王莫后,也 说他有着美丽的血色皮肤 变成叶罗莉战士后,王莫获得罗莉的力量,可以使用火焰 魔法 三,哈哈境形态 哈哈境状态,是被女王的魔法变成的 那次王莫和他的伙伴们 去游乐园游玩,当他们走到哈哈境面前,他和思思被女王 用魔法变成了,又矮又胖的样子 后来在殿长的帮助下,他们才能摆脱曼多拉的这个魔法 只是变成小胖状态下的王莫,其实挺可爱的,白白胖胖的 四,灵溪形态 第五季的时候,女王曼多拉终于集齐了六 为仙子的先例,打开了通往人类世界的大门 危机重重的时候,王莫通过了灵溪格的灵溪试炼,获得灵 吸直立,并进入了灵溪形态 这种形态下的王莫,是最高贵,也是力量最强的存在 在灵溪试炼中,王莫懂得了,如何用于心的力量 五,黑化形态 黑化的状态,在剧中其实并没有出现 这种状态来源于小伙伴们的猜想,可以看到这种状态下的 王莫,嘴唇不再是一种鲜艳的红色 而是一种妖艳的暗红,脸庞也失去了,水王子最喜欢的那 这种血色,染上了一种无力的苍白感,给人一种,仿佛王莫,生病的感觉 以上就是王莫的五种不同状态了,灵溪状态显得高贵,黑 化后好像得病了 哪一个状态你最喜欢啊?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哦 记得点赞关注,接受更多关于叶罗莉的资讯哦 叶罗莉,心灵的死士兵公主干的王莫没说这三个字,心,灵不会死 叶罗莉,心灵的死士兵公主干的王莫没说这三个字,心,灵不会死 叶罗莉,心灵的死士兵公主干的王莫没说这三个字,心灵不会死 叶罗莉,心灵的死士兵公主干的王莫没说这三个字,心灵不会死 精灵梦叶罗莉,是一部很受欢迎的3D国产动漫,如今 已经播出到第六季了,这在国产动漫中 还能够保持这么高的热度还是少见的 这部动漫,主要讲述的是,曼多拉女王与叶罗莉先子为了保护地球,而与邪恶势力斗争的故事 自从仙境大战,曼多拉成为了仙境的女王后,一直都想要侵占人类世界,将逃到人类世界的仙子都变成了娃娃 心灵也不例外,不过,心灵并没有救认输,在曼多拉的魔法上附加了一个条件,只要舍弃自己的肉身 并且曝露自己的元神,就可以帮助这些娃娃,找到主人,重新获得生命 现在清晰霞大战,已经快要落下帷幕了,心灵再快要消失 的时刻,将药池交给了舒颜,并没有交给座位主角的王莫 当他要说出这把药池的秘密的时候,却又戛然而止 我们,也就只能到等下一集了 现在心灵消失,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但是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相信,心灵就这么死了 但是现在的剧情,确实就是心灵死了,要不然的话,严绝 也不会让叶罗莉战士们和心灵好好告别 那么,心灵的死是兵公主一手造成的吗?如果王莫没有说 这三个字,心灵就不会死 原本,心灵想要让王莫他们,先到先进必疑必难 当时兵,公主都答应了的,但是王莫不答应 说了三个字,我不走就是因为王莫的这三个字,心灵感 受到了大家对于人类世界的热爱 原本心灵身为大仙子,待在人类世界中,这些兵雷暴应该 伤不了他,都是王莫说不走,心灵仙子才会做最后一搏的 并且暴露自己的元神,就可以帮助这些娃娃,找到主人 重新获得生命 现在清晰霞大战,已经快要落下帷幕了,心灵再快要消失 的时刻,将药池交给了舒颜,并没有交给座位主角的王莫 当他要说出这把药池的秘密的时候,却又戛然而止,我们,也就只能到等下一集了 现在心灵消失,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但是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相信,心灵就这么死了 但是现在的剧情,确实就是心灵死了,要不然的话,言绝,也不会让叶罗莉战士们和心灵好好告别 那么,心灵的死是兵公主一手造成的吗?如果王莫没有说,这三个字,心灵就不会死 原本,心灵想要让王莫他们,先到先进必疑必难,当时兵公主都答应了的,但是王莫不答应 说了三个字我不走就是因为王莫的这三个字,心灵感受到了大家对于人类世界的热爱 原本心灵身为大仙子,带在人类世界中,这些兵雷暴应该,伤不了他,都是王莫说不走,心灵仙子才会做最后一搏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